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欢迎来到在旷野遇见神 我们今天在旷野讲经 今天拍外景的时候 各位可以看到这个天气发生大雾 在这里的天气是很正常的 所以我们今天看不到什么蓝天 也看不到什么景 不过呢 今天我们还是要继续的试拍 试拍结果如何 我们交给上帝 我也不知道 那么我们上次讲到哪里呢 我们上次讲到以佛所书 以佛所书第六章 我们已经讲到后半段的属灵的军装 所以我们知道 基督徒在世上 并不是说一切就是顺利向逛公园那样 事实上从我们现在这里到主那里去 要经过很多的艰难险阻 而发弹在地上也会给我们很多的试探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 我们等于是在这个什么情况下呢 我们要准备随时的战斗 如果你看过天路历程 Pilgrim Progress 那你就会发现 真的一个基督徒在世上是很困难的 那一般人在世上很容易 为什么呢 一般人的话 一般人的话 他们只要取悦自己 也就是说顺着撒旦的控制 取悦自己就一切都没有事了 那我们的话呢 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成圣的过程 是很困难 因为如果说我们不从圣灵重生 不保有这个圣灵国子的话 按照主的这个启示 我们到那里的时候 可能仅仅得胜 一切都没有 就好像说在一个耶稣基督作为这个基础的上面 一个盘石上面 大家要建造 有的工头呢 就很聪明 他就用金玉宝石来建造他的这个房屋 有的工人呢 就是用他的这个 随便用草木和谐 草木和谐什么意思呢 草木和谐到处都是 你看我所在的地方到处都有草 草生很快 一两个月长起来就藏藏一大树 他们做个草房 有什么难的 对不对 很多 但是问题就是很多基督徒在地上 现在就是这种情况 他们的信仰好像是一个草房 草房就是说 他搭起来很快 然后看起来好像很有成效 但是 如果多久 最后有火 火一样的试验要来到 要考验个人的工程 那你的工程 如果经不起考验的话呢 你就就就被烧了 如果你是用金玉宝石建造的 我们所谓金玉宝石 就是它那是真金 不怕火炼那种感觉 很多金玉宝石 尤其是石头 你知道宝石 玉石 它基本上都是石头 它经过一般这种木头燃烧的火的话 它不会损坏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它可以经得起 我们的这个 如果说我们的信仰 我们的信德 建立在这个上面 我们可以经得起这考验 我们可以这个 这个工程仍然存留 所以到那里 又要得到奖赏 那另外那些 如果用草木和谐建造 它就简简单单 随便建造一个信仰的话 它会得救 但是它的工程会被烧掉 它要受损失 而且它经过去那边 有火烧的 就像火烧的样子 所以我们的信仰不是说我们想要仅仅得救而已 我们的信仰是在我们天上有产业要得奖赏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在这里 保罗在这边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应该怎么当 我们还需要保罗告诉我们基督徒怎么当吗 是的 我们真的很需要保罗告诉我们基督徒怎么当 要不然我们很难当一个很好的基督徒 我们有的时候凭着自己的意识想法去当基督徒的话 听了一些简单的教训 我们就当基督徒的话 往往我们所搭建的工程就是草木和谐 因为太简单了 我们太图方便了 我们太聪明了 我们会搭建一些草木和谐的基督徒 一些工程 那要怎么样做一个好的基督徒呢 保罗有告诉过我们 其实保罗有告诉我们 那除了介绍救恩 除了介绍我们 告诉我们说我们人一开始都是在罪中生活 我们是有罪的之外 保罗就告诉我们说是救恩的来源 救恩的源头 为什么神要救我们 我们有多少的罪 这是以佛所说前面的事情 然后就告诉我们 耶稣基督把祂的救恩要给我们 也介绍了圣灵 然后之后就是告诉我们说 我们在地上应该怎么生活 我们以前是黑暗的 如今是光明的 是不是你记得吗 以佛所说第四章就告诉我们 告诉我们以后 然后最后就告诉我们在地上 我们对于父母 夫妻子女 以及社会关系 我们跟老板的关系 然后这些都讲过以后 再来就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依赖 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 做刚强的 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这就是我们以佛所说第六章讲到军装的部分 好了 我们今天要把这个经文拿出来念一遍 不过不是由我来念 也是由我来念 但是我就不在现场念 因为在现场的环境什么 我们请后制的时候 后制的时候把这些东西加上去 我们就把现在经文就打在荧幕上 由我的声音来为大家念 我们今天的经文就是从以佛所说六章的十节念到二十节 现在就加在荧幕上 所以佛所说六章第十节 我还有未了的话 你们要靠着主 依赖他的大能大力 做刚强的人 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 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器的争战 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 管辖着幽暗世界的 以及天空属灵器的魔鬼争战 十三点 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 并且成就了一切 还能站立得住 所以要站稳了 用真理当作带着束腰 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 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 穿在脚上 十六天 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横牌 可以灭尽那恶者的一切火箭 并戴上救恩的头盔 拿着圣灵的宝剑 就是神的道 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 并要在此警醒不倦 为众圣徒祈求 十九节 也为我祈求 使我得着口才 能以放胆开口 讲明福音的奥秘 我为这福音的奥秘 做了带锁链的实责 并使我照着当境的本分 放胆讲论 感谢赞美主 各位还记得上次我们在军装的部分 你讲到什么地方呢 我们讲到用真理的帮助带着束腰 用公义帮助护心境遮胸 用平安的福音帮助预备走路的鞋 穿在脚上 我们上次已经略略讲过了 就是告诉我们说 我们基督徒要知道真理 而且要真理管束自己的腰 什么叫管束自己的腰 我上次有讲过 管束自己的腰就是说 你要你的行为 你的这个情欲 受到真理的限制 我们自己用真理 把自己的那个情欲肉体管好 公义的话 是耶稣基督将他的义加在我们身上 罗马书第八章也有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说 我们今天在基督里 为什么就不被定罪 这个经文也可以请后字打在荧幕上 我们今天在基督里就不被定罪了 所以我们用公义当作互行径 所以没有人能够定罪我们 这是主给我们一个机会 我们本来不是义人 我们到如今事实上按照本质来算 我们算是义人吗 我们仍旧不是义人 我们虽然不是义人 但是主将他的义加在我们身上 所以我们今天他算我们为义 他算我们为义 我们就不被定罪 所以魔鬼不能来攻击我们 上个礼拜我用马丁路德跟魔鬼那时候来试探他的时候 一段对话讲 魔鬼列了他很多罪 他最后说 但是因为我靠着我主耶稣基督的关系 这些罪都给我赦免了 阿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就是靠着这个公义的互信径 所以我们今天不被定罪 然后我们又最后讲到这个福音 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血穿在脚上 那我们在上次的时候讲到的血 血是一个机动性 那不只是机动性 而且有一个产生的属灵意义在里面 就是说我们基督徒一定要传福音 我们基督徒如果不传福音 你记不记得我用什么例子跟你们讲 就是约翰福音最后一章 约翰彼得他们一起门徒 都在耶稣基督升天以后 他们知道了耶稣基督复活了 他们知道他们在末后是有志望 因为可以复活 对不对 如果可以复活那多么好 可以复活 所以他们怎么办呢 要是你跟我领受的这么好的道 那我们找一个地方 对不对 躲起来修行就好了 我们就每天在这边求圣灵 每天祷告 我一直这样做 我做到死 可不可以 我就一直每天祷告 我读经 我一直做到死 没有问题 可以的 可以的 但是耶稣基督不让 为什么耶稣基督不让 因为耶稣基督知道这些事情 你们如果到一个地方 真的是像这样的话 那这个好 今天就算说你忍得住无聊 有很可有可能 你就忍不住无聊 魔鬼一直在试探你 因为你就在一个地方 你在一个地方不动 不是等着敌人来攻击你吗 敌人来攻击你 那你不就输了吗 你只能防守 你没有办法攻击 没有办法去晋级 所以为什么传福音特别重要呢 传福音就是一个武器 乌龟 你说它壳再厉害 但是你跟它打仗 一定是你 对不对 你总有一天把它干掉 对不对 找石头石头不行 又火烤 你总有一天把它干掉 你吃它的肉 但是因为它呢 就是因为在一个地方不能动 所以它也不能躲 好也不能这个逃避你 也不能做 就是说敌四强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让 对不对 敌人弱的时候 我们追击 好 这个就是兵法之道 那基督徒如果说不传福音 那你就在这边坐着等死 真的 我告诉你们 真的就是坐着等死 没有别的办法 那我们呢 我们不能坐着等死 我们要有机动性 我们要传福音 而且当你一旦开始传了之后 各位弟兄姐妹 我可以告诉你们的事情 传福音是蒙福非常重要 传福音也是灵命长进 非常重要的原始 你一个基督徒不传福音 从来不思考传福音 你猜它灵命会进步吗 会 但是很慢 一个基督徒一旦开始传福音 一旦开始传福音 它的灵命会进步的很快 我绝对跟你保证 你为什么 因为你要传的时候 你要跟人家讲 你要跟人家讲的时候 你必须自己要知道 你到底能够说服过别人 因为我不管你怎么信的 你可能在一点上 突破了你就信了 可是这个点对你来讲 是你的突破点 可是对于别人不是 别人有别人的问题 别人有别人的想法 所以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常常遇到 不是说没有问题 我们常常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很多人说 这个提出过你 我以前我也没有想到 如果我以前遇到的问题 我在这边卡住 搞不好我也不信 结果发觉自己有一些问题 有问题怎么办 有问题不要怕 有问题去找答案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有圣经 我们要读经 然后我们如果读不懂 我们还有讲经的 对不对 我们在这边讲经是为什么呢 就是希望弟兄姐妹能够懂 所以当你去传福音的话 你就会去发现自己的不足 哪里有不足呢 哪里就改进 你的灵命就会长进 所以我发现你真的开始传 开始教的时候 是你灵命长进的时候 是比你当学生的时候还要更快 你当学生的时候呢 你听了 你可能什么都听了 听一大堆 但是因为你不去自己去思考 对 我们有的时候 当学生听人家讲的时候 就是说 你要听什么 我也不是完全相信 我存在我的肚腹当中 我存在我的思念当中 我不相信 可是我记住 对不对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这样 我们不完全相信 但是我们记住 我们不完全相信 但我们记住 这个结果是怎样 就是说 你还是半信半信 但是你当你出去要传 要讲的时候 就像我今天 我来讲经 如果说我对我讲的东西 有一些怀疑的话 如果我对我来讲的东西 有一些怀疑的话 我能够讲出来吗 我甚至没有办法去劝服别人 所以我今天我出来讲 我一定是真的信 如果说我今天讲的事情 我不信的话 你们会看得出来 你们就觉得知道说 这个人好像这个言不由衷 言不由衷 言辞闪 听过这种事情没有 听过 你可以感觉的出来 他所要讲的 并不是他真正所想的 真正相信的 所以我跟各位弟兄姐妹讲 如果我们今天 能够开始去传福音的话 我们灵命也会长进 我们这个 而且有机动性 你会见到各种各样的人 碰到各种各样的困难 你的信心会在各种各样的关节上 通通打通 信心打通 这是很重要的事 因为你的信心就加强了 是的 你的信心真的就加强了 所以我们上次讲到用真理挡着带着树标 是不是 然后用公义的护心镜 公义的护心镜是耶稣把他的意给我们 使我们不被定罪 而且我们也讲过这个意思 这个护心镜是有内外两种功能 一个功能就是你不被定罪了 第二个功能就是你穿在身上 那你就知道那个公义 耶稣的意义是什么样子 你认识他的意义以后 你对面有那个硕形的功用 硕形的功用 你就会 你就会变成那个 比较变成像那个形状 穿在身上 阿们 对不对 是这样 第三件事就是你要去传福音 传福音当做鞋穿在脚上 你有机重性 鞋会带你到一些你以前不能去的地方 你看像这个地方都是草 都是草 有时候割伤会干嘛 如果你有鞋 然后罗马那个士兵还打了绑腿 打了绑腿 他就是腿这样就经过这个地方 就不被刺伤 里头有什么急离的话 有些这个刺果的那些东西的话 你踏上去你也不会受伤 所以邪能够带你到一些 你没有去过的地方 同样的事情 传福音 你就可以经营到一些新的地方 到一些你以前不敢想的地方去 以前都不曾想过的地方去 这样你的细心可以更坚固 这就是这三点 那我们今天再来下面要讲什么呢 十六节 此外又拿着信德当做藤牌 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 并戴上救恩的头盔 拿着圣灵的宝剑 就是神的道 靠着圣灵 十八节 十八节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 祈求 并要在此警醒不倦 为众圣族祈求 也为我祈求 使我得到口才 这个我们今天十八节可能不会讲 我们今天就来讲讲 什么是信德当做藤牌 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 信德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 耶稣基督讲过信德 耶稣基督在哪里讲过信德呢 耶稣基督有一次在路加福音十八章里面 讲过信德 我们这个也可以请后制 把这个经文打在荧幕上 路加福音十八章 耶稣设了一个比喻 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 说某城里有一个官 不惧怕神 也不尊重世人 那城里有个寡妇 藏到他那里说 我有一个对头 求你给我伸冤 他多日不准 后来心里说 我虽不惧怕神 也不尊重世人 只因这寡妇烦扰我 我就给他伸冤吧 免得他常来缠磨我 主说 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 神的选民昼夜呼求他 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 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 我告诉你们 要快快地给他们伸冤了 然而人子来的时候 遇得见世上有信德的吗 所以耶稣基督讲了这个话 什么意思呢 他说有一个寡妇 他有一个对头 有个对头 他就一天到晚就 反一个做官的 帮他说 能够给他伸冤 这个官虽然是一个不义之官 上面讲说 经文讲说不义之官 但是说 官虽然是不义之官 然后这样子 寡妇一直去反他 他也会帮寡妇做事 神的选民昼夜呼求他 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 岂不终久为他们伸冤吗 第八节是重点 我告诉你们 要快快地给他们伸冤 然而人子来遇得见世上有信德的吗 所以神今天 耶稣基督启示告诉我们 神今天在地上 是在一个 对于我们地上的我们 是一个忍耐的状态 所以说神很忍耐我们 但神也很忍耐我们 就好像你今天 你养小baby的时候 小baby每天就吃奶 然后咬在尿片里面 然后大便对不对 你每天都要亲挤 你那时候真的是在一个忍耐状况 说快点长大吧 长大吧 再不长大我就受不了了 要骗钱好贵 我们其实说实话 每个人当父母可能都经过这个阶段 我也经过 但是孩子长大就是真的好可爱 就是我们最后觉得这个是值得的 然而是一个忍耐的状况 然后但是这个在地上有意跟不意的人 有他选的跟那些就是作恶的人 所以神在为我们忍耐 然后之后他要为我们伸冤 但是他今天突然之间 耶稣基督一句话跳到 人子来的时候遇见世上有信德的吗 有信德的吗 所以耶稣基督信德是神所要的 信德是神所要的 然后信德的话 神可以将信德制作成藤牌 所以说什么叫做信德的藤牌呢 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 就是告诉我们说 我们的信要能够经得起考验 因为信德这种信 你今天我说我信 我信 你信了三分钟以后你又不信 对不对 有没有人是这样的 有 有人真的是这样 他信仰就三分钟热度 那你说他信不信呢 你就问他说 你信不信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呢 你信不信耶稣基督要拯救我们呢 然后他说信 对 他说信 很好 但是过了一出教会 他又去过他肉体的生活 又过世界的生活 跟世人没有什么两样 那这样到底算不算一个信的呢 还是说他的信是有问题的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来 这个信 这样的信是有问题的 就是说虽然信 但是很浅 没有根 没有信德 所以信德等于说 你除了信以外 你要熬出那个油来 耶稣基督另外有一个比喻 他记不记得 是马太福音24章还是25章的时候 讲到十童女的地狱 就是说新郎要结婚 要结婚以后 在以色列那个习俗 就是如果新郎来得很晚的时候 要有人拿灯去迎接他 所以这个主人就拆派了十个童女 在那里迎接他 那十个童女他们给他油 但是呢 就是说你要去 你要点亮那个灯 那你知道在这种地方 他们等了久久 最后就不来 不来以后呢 就灯也灭了 没有家 没有继续往里头添加油 那警醒的童女呢 就会去另外去买油 他到了 他们就警醒了 那另外那五个童女 贪睡就一直睡下去了 等到家主人来的时候 这个新郎真的回来的时候 那警醒的童女 还有这个光可以发出来 还有光可以发出来 那另外那个几个呢 就说到这个时候 我们去哪里买油 我们没有油 你们非免给我吧 但是那五个说 我们自己都刚刚好够用而已 于是呢 新郎来的时候 他就让这个五个 还有灯 还有油 就是有光的这个同意进去 那另外五个在黑暗中 所以这告诉我们呢 这告诉我们这种 灯油就是信德 我们的信德要能够持续 我们的信不是说 今天信 明天不信 后天又信 变来变去 变来变去的信 那个信太浅 那不叫真的信 那个叫 这个说实在话 那叫不信 或者说你今天虽然相信 但是主耶稣基督告诉你的话 你今天 我说表面上说我信 然后实际上他讲的话 我都不去遵守 这个叫做信吗 这个其实也就是没有信德 所以当你今天有信德以后 你可以把这个信德抓起来当作藤台 抵挡魔鬼一切的火箭 这个藤牌是一个非常很好的一个防御武器 为什么 我们讲说我们有 你看我有护心颈 公益的护心颈 很厉害 对不对 后面有讲说我们有戴上救恩的头盔 所以我头胸 就是意思说我们都被包住了 然后我不怕 对不对 可是你知道在战争的时候 你这个护心颈跟头盔不是最好的防御武器 因为他都已经打到你身上了 就是对方一个张射来 你会痛的 虽然没有刺穿那个护心颈 但是你会痛的 头盔也是一样 你每天火 尤其是火箭 那个火箭一射上来的时候 它上面是沾了那个油 然后有一些像黏黏的那种东西 那个好像我不知道怎么讲 就是一团可以燃烧的一箱蜡一样 可以燃烧就粘在上面 然后它继续烧 所以你虽然没有被刺穿 但是那个火箭那个火会继续烧 你会受伤 所以最好的是什么 最好就是你拿一个盾牌 把它挡在外头 你要烧在上面烧 你烧不到我 所以信德是最好最好的防御武器 一个藤牌 那古时候罗马士丁 他们的防御武器是什么 他们武器 这藤牌是一个相当好的一个发明 因为在古时候 他们要挡这种箭 这个战争中有这个箭飞来飞去 这是真的 所以他们就发觉 我可以用木头 一块厚木头就可以挡住 或者说我拿一块铁 铜牌或什么 这个也可以挡住 对不对 可是问题是他那个时候 你做发觉你做的话 做这个盾牌 你只能做小小一块 你只能做这么大一块 对不对 再大很难拿得动 你们我不知道你们想要看 你们想说你们家有没有门 每个人家都有门 如果你把你有那个把门板拆下来的经验你就知道 你门板拆下来你能扛得到处走吗 很难 门板很重 尤其房间门薄薄的还好 你到哪个客厅 那个就是出外头对面那个大门 那个实心的因为它叫防盗的 可以有防盗功能的门 那个拿起来就很重 很重 很重的时候怎么办 拿不动 所以他们后来罗马人就发明这个藤牌 为什么保罗用藤牌呢 因为这里头确实是有一个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武器 他们用藤编织的一个形状 对不对 藤编织的形状 那就是你要什么样子就什么样子 编完以后呢 还拿得动 因为藤人 然后藤牌以后呢 他们在这个藤牌的最外头包一层铜皮 好 包一层铜皮 然后在藤牌的中间有细缝的地方 给它塞一些东西 好 塞一些这个比较轻一点 当然自由可以把那个缝隙完全连接起来的东西 这样子一个牌就出现了 你看到罗马战士 有人拿的牌是跟人差不多那么高的 就是比门 没有门那么宽 比门小小窄窄的门这样子 他们还拿得懂藤牌 所以保罗在这里要讲什么呢 告诉我们说 我们今天的性 而且我们要有性格是很重要的 你真正相信以后 你可以挡掉很多攻击 因为我们这些人在地上会怎样 会失望嘛 魔鬼会告诉你说 你干嘛呢 你何苦呢 对不对 你信这个有什么用呢 我们不如跟我们一起欢喜快乐吧 对不对 我们快乐多好呢 享受肉体的群 你干嘛不去享受呢 好 不行 不行 很多基督徒在这种 今天一度曾经相信过耶稣基督是可以得救 是可以让我们得救 我们终地回到我们父那里去 很多人相信 初心的时候都相信 可是在生活当中久了以后 生活是要经过这个好像火烤一样 我觉得生活真的很艰难 生活确实有的时候呢 你在生活的这个困顿之下 你有的时候会想说 我到底可不可以得救 如果死了以后 不是这样像这个主所讲的那样子 我们不能到父那里去 那我们在地上 我们这么辛苦 是为了什么 好 我告诉你 这个问题不但你想过 我想过 我真的想过 很多基督徒有的时候 他们在这个经过一番的辛苦以后 因为真的不是逛公园 我们真的要经过艰难跟困苦 那你这个时候还能够撑过去的话 那叫做得胜 如果你今天在这个后面 你撑不过去 那就是失败 就跌倒 所以信德为什么重要 因为信德可以 这是要我们一个 我们的信能够真正持久 就像这个深渊的寡妇那样 终日呼求她 终日的呼求她 然后人终日呼求她 就能够 这个就叫耶稣基督就说 这叫信德 然而人子来的时候 可以遇到信德吗 就好像人子来的时候 那个新郎来的时候 还有五个童女 灯是亮的吗 会不会来的时候 那十个童女灯都灭了 因为他们都去睡觉了 有可能吗 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 真的是有可能 所以主 最关心的就是这个 他来的时候 能不能遇到有信德的 今天 是福音讲出去 今天保罗写了很多书信 告诉我们基督徒 我们该当如何 是不是 不是 可是我们信吗 当然 既然你们是基督徒 你今天坐在这边 听我讲道 你是信的 我绝对相信你是信的 虽然你是信的 但是你的这个信能够持续多久 你有像去找这个官生冤的寡妇一样 你每天每天去找他们 你每天每天持续不断的 去找他们 很多人就这个信没有持续 没有持续的话 这个德 Virtual 就是说好的事情 德其实意思是说是好的事情 美德 对不对 你是美好的事情 你的这个修养很好 就是一个美德 对不对 像这种事情 那你信 如果信能够持续下来 很好的 有个信的果子的话 那就是信的 所以你今天 你不但 我们不但要信 而且我们是要有信德的信 有信德的信 这样的话 就可以挡住一切的火箭 这个 这个是一个最好的防御武器 要比 要比这个 救恩的头盔 这个 公益的护心镜还要好 但是那也不能少 而且信德是你第一道的防御 第一道远远的火箭在外来了 你就把它挡在外头 但是如果说你今天 刚好一个一箭从别的角度飞过来 你盾牌没有挡住 因为你的盾牌 你如果我的信再大再大 你能够挡的也是一块地方 也还是有挡不住的地方 这个时候 你就要有 下面就是什么 救恩的头盔 要戴上救恩的头盔 公益的护心镜 这些东西就能够真正的完全把你保护住 那什么是救恩的头盔呢 就是说你在头啊 我们的头是干嘛呢 我们的头是主管我们的思想跟意念 所以我们今天在思想的意念里面 我们一定要清楚的知道 救恩是怎么一回事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 因为今天的基督徒 很多人可以这样讲 他不是真正了解救恩 为什么呢 很多基督徒今天来到这个神的面前 他呢就好就求 我们刚刚讲 很多基督徒来到这个主的面前就是求 我要平安喜乐 我要这个 甚至还有求生官发财的也有 我要怎么样怎么样 怎么样都有 那这个是 这是信吗 这是当然是信 因为你相信主能供给 主能provide 主能保护 你信不信? 我们都信 我们可不可以求? 我们可以求 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 我们的主是真实的 我们为什么不求? 可是在求这些事情的时候 你要了解另外一点 就是说 这不是我们信仰的全部 主可以提供我们保护 主当然可以提供保护 但是这不是我们信仰的全部 我们的信仰应该包括一些更多的东西 我们信仰包括一些 我们要知道我们真正 我们要最后是要得救 要得救 得救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知道我们是怎么得救 得救是耶稣基督保护买说 不是因为我们信他我们有多了不起 我们信是不是? 很多人不能信 我们能够信 那我们是了不起吗? 还是起不了? 其实我们没有什么了不起 信嘛 就是对 但是因为我们因信能称义 主要还是要靠耶稣基督 他的保血洗净我们的罪 我们一定要非常非常地清楚 否则就会得个大头证 觉得说因为我们能信 我们能信我们就能那个 不是 你头盔就是告诉你 你在思想意志当中 你一定要明白救恩是怎么回事 所以为什么保罗在这个 以佛所书里头 你看我们现在讲到第六章 但我们前面足足花了三章 三章在讲什么? 我们足足花了三章在讲 到底什么是救恩 因为我们一定要认识神 认识救恩 我们这样才能 才能带上 算是带上救恩的头盔 我们要清楚知道 救恩的来源是我们主耶稣基督 我们救恩来源是因为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用祂的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过 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些事情 要很清楚地知道 否则呢 你会陷入到很多你奇怪的相信而去 好 我们到这里我们换一下位置 好 我们讲了救恩的头盔 我们还要讲圣灵的保健 圣灵的保健就是神的道 保罗特别清楚地讲出来告诉我们 就是神的道 我们要清楚地知道圣灵 说赐这一切神的道 祂赐给我们 我们要清楚了解到 我们了解到这个 我们圣灵的道 我们圣经上的话语 圣经上的话都是圣灵所末赐 末赐的 祂赐给我们 你知道耶稣基督在受试探的时候 三次受试探 第一次你能够将石头变成食物吗 耶稣基督说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中所处的一切化 讲得很清楚 我们人活着不是靠食物 乃是靠神的化 因为神的话所以我们能活着 这个非常重要 那今天我们在这里 我们今天神的道 就是抵挡魔鬼一切试探最好的武器 神的道是活泼的 是生动的 是有能力的 可以分开灵与魂 分开能够骨跟水都能够破开 这是非常犀利的 非常有能力的 用神的道去抵挡魔鬼的攻击 真的是最好 而且神的道是帮助我们谨守的 对不对 真的是帮助我们谨守 谨守一切的 常常提醒我们 所以神的道是一个 这也是一个唯一可以攻击的武器 我们今天攻击 有防御 我们有机动性 血可以机动性 人家来的时候 可以挡住 你可以逃跑 可是呢 如果你只能逃跑 跟挡住的话 他穷追不舍 你怎么办 对不对 不行 所以要有神的道 你看每次耶稣基督三次打败 三次用神的话语去抵挡魔鬼的时候 最后魔鬼就退去了 因为没有办法了 要不然他没有办法纠缠不休了 他不喜欢听神的道 所以呢 这个就是神的道是一个非常好的武器的原因 各位听众姐妹你知道我想给你看什么吗 我们再换一下角度 看得到吗 神的道是一个 是一个是一个真正在这里头属灵的兵器当中 这个攻击武器 有神的道 我们可以真正抵挡仇敌 把他敌退 可是神的道并不是说 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些 讲了很多属灵的武器 可是这些属灵的武器是 是一种像我们这个 有读那种小说里面 那种什么定海神珠什么那种武器 神一个斗 一个金角 葫芦可以打开 可以把人家吸进来 像西游记里面讲那种 是这种法宝吗 我请问各位是法宝吗 不是 他这些武器呢 说起来不是什么秘宝 没有什么秘密了不起的地方 你看我们今天讲到现在 真理当做什么 带子 祝邀 公义 当做护心静哲兄 这公义我们当然是没办法得到 这个算是一个秘宝 这算是一个宝贝 公义是神耶稣基督给我们的 另外福音 传福音 我们知不知道 知道 然后信德 你知道什么是信德 没什么了不起 你有我也可以有 是不是 大家都可以有 信德当做成牌 然后救恩的头盔 我们也知道 虽然说保罗是花了三章 以弗所说三章当中 讲给我们听 但是我们今天也知道什么是救恩 对不对 圣的话 圣经 圣经你有圣经吗 也许就装在那口袋里电子圣经呢 统统都有啊 这东西不是什么秘密不可得的宝贝啊 好像世间只有几个 我一定要攀登到那个什么 这个这个冰雪峭壁之上才能取得 或是一定要到什么地方啊 坚过艰辛万难然后才能挖掘出来 没有 这些兵器 说真的他都神早就赐给我们 我们垂手可得 我们真的垂手可得这些兵器 不是吗 兵器垂手可得 但是你今天怎么穿上它 大家都有 但是为什么有的基督徒 他好像说 处冰的兵器很好 他真的能够打 对付仇敌这些所有的一些攻击 有的基督徒就没有办法 所以我想起来 想起我以前 给大家看看 我到旁边去一下 想起我们以前看过一个电影 一些电影 那电影讲什么呢 电影就讲说 好像那个 讲那些军员 军员好像冰体那样 我们看有些军员 他的衣服穿得非常的不好 穿得乱七八糟的 他这个 发了枪袋 SEL袋什么 然后他的军装 你就看到他一个扣子都不扣 全部这样 然后好像头盔是歪带的 然后这样在那边每天就叫冰体 听过没有? 看过没有? 冰体 冰体 冰体有没有军装? 他的有军装 他的军装跟别人一样 然后只他鞋子也不穿好好穿 然后鞋带也不细 腰带也不扎紧 这样的冰有没有战斗力? 请问各位 这样的冰没有什么战斗力 因为他就是一个冰体 我们基督徒 我们说我们这些属灵的武器 我们有没有? 我们早就有那些属灵的武器 神早就把这些武器赐给我们 但是 但是 你今天 你真理的带子 塑腰了吗? 神的话语就像 是一个宝剑 对不对? 真的 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 我们有圣灵的宝剑 但是我们用吗? 你今天遭遇困难的时候 你想得起来 圣灵上应该对你说的话吗? 如果你想不起来 有什么圣灵上的教训 对你来说这件事情的话 这只能告诉你 你根本就不熟练 神的话 不熟练 你真理的带子挂在这里 像是挂一个这个 我不知道怎么就是 不知道围巾挂在这里 这个镀带就放在这里 松松的话 如果你只松松挂在这边的话 你就是一个顶体 你产生不了力量 真理的带子 你要能够竖紧的话 你一定要能够竖紧 才能产生你的力量 护心镜也是一样 你要随时穿在这里 你要随时穿在这边 开始越来越有趣了 他们会不会过来呢? 对 尤其神的圣灵的宝剑 你要常常的练 你要练习这个格斗式 像以前那个刺枪术 当然我不会舞剑 但是我没当兵的时候学过刺枪术 一定要常常练这个动作 你的这个刺才有力量 进去一条左右 我现在都忘记了 但是你要常练的时候 你就会记得比较清楚 你的力量 这个muscle memory muscle memory就会记得 看来我的朋友要找我了 Hello 所以圣灵的宝剑 所以这些武器都早就赐给我们 我们要把它穿戴上 我们要把它穿戴在身上 而且我们要常常操练 这个是我今天所要讲的重点 就是说军装军装不是什么秘宝 不是什么法宝 每个基督徒都有 你有我也有 但是我们最重要的就是穿在身上 我们要操练 早就给我们了 但是我们真理 你的真理有管住你的腰吗 还是你明明知道真理 但是你却 就是说不当一回事呢 你今天神的公义给你了 你就靠着这个公义抵挡这个 但是因为你的塑形 你的这个行 跟他的这个里头的样子并不合 所以你的护心镜没有很好的办法贴在你的胸上 然后头盔也是 头盔你有带子 有头盔要你要调整好 你的旧恩头盔是不是你要好好的把它带住呢 信德更是你信德 你信德不要今天信明天相信这个明天相信那个 然后改来改去 今天救恩 然后明天说主说的话我还记得吗 我都不记得了 不记得怎么办 你就你的信德就说的很小了 他也很好奇 你的信德就很小 你的信德很小 如果你到战场上你拿个迷你盾牌 人家火箭射过来说你害不害怕 如果你就拿一个跟门一样那么大的盾牌 你就真的不害怕 对不对 所以 所以我们这些都发给我们了 问题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要怎么操作 我们今天要好好的操作 信德的囤牌 圣灵的宝剑 圣灵的宝剑要常常念的 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常常的读经祷告 我们经文要熟 要不然我告诉你 你今天在平常你不读经的话 你今天在那个什么 磨难的日子要抵挡头地 因为我们属灵的军装是要在穿上去 是要在磨难的日子能够抵挡头地 你今天 如果说你平常都不好好记得的话 你在磨难的日子 你会记得吗 你真的这个难 你必须要靠圣灵的光照才行 你自己没有办法记得 我们今天就是这样 属灵的军装发给我们 我们穿上了吗 所以说圣经上说 你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头地 而且要占力得住 要占力得住 要拿起这些军装 所以各位听众姐妹 我们今天时间不太多了 我想今天讲到就在这里 我可能待会去跟我们的小牛朋友玩一下 但是呢 就真的 苏林的军装发给我们了 发了没有 发了 我们要不要把它拿起来穿戴呢 要 我们要不要拿起来 常常操练的像神的话语 要常常记得 你到磨难的日子 你到挑战来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做人做决定 就是常常在那几秒钟的事情 你今天一个事情来 我应该怎么对付 我可能在前面十几二十秒 就定下一个我的方针跟我的策略 定下我的方针跟我的策略 所以我就按照那个去行 那你今天是 你说这一个人应该是善念对他呢 对恶念对他呢 你往往是在最刚开始的时候 所以你今天对于圣经的话语 不熟的时候 你想不起来我们应该怎么做 真的 我们常常会想不起来 我们应该怎么做 但你这样对那个神的话语 很熟悉的话呢 我们就知道该当如何去行 这个就是属灵的军装 我想我们今天讲到就在这里 但因为我主耶稣基督人会 天赋上帝的慈爱 生灵的交通与感动 常与众人同在 从今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感谢主赞美主 荣耀送赞都归给你 今天我们在这里讲到 虽然是说天气不是很好 有物看不远 但是可以看这是真正的旷野 真正在空旷的地方 而且今天希望这个新的耳机 希望收音能够好一点 那我想我们今天讲到就在这里 我们下周再见 愿上帝赐足你们 我现在要跟我的小牛朋友玩一玩了 下周再见 哈喽 哈喽 妹 妹 妹 喔 怕我了 哈哈哈哈 啊 最有趣 在那个山头 这个其实山里头 我相信这个是云 这是小牛 我想她的妈妈在这个地方 她的妈妈在那里 后面又有几只牛 大家听到我的声音 有上 也上来了 我不知道各位看得到没有 这边 有些地方云就开了 我刚才为什么要转过去呢 因为云开了 今天很不幸 没有办法看得太远 但是这个景色 你们也看到了 好了 感谢在美组了 今天的录影就到这里 下周再见